Palatotobao Mescal I Palatotobien Tabien 墨西哥有一个说法 就是如果你今天过得特别不开心 喝杯梅斯卡尔 那如果要是你今天过得特别开心 也喝一杯梅斯卡尔 Salut Hello 大家好 我是Avy 欢迎酒鬼回到我的微醺酒馆 看我节目的酒鬼 大多都喝过 听过Takila 龙舌兰 喝过的在上方抠一 但是呢 每次我只要提到梅斯卡尔 Mescal 很多人的反应都是 今天这期就来讲一讲 什么是梅斯卡尔Mescal 和我们常见的Takila有什么区别 节目的最后 我有一个惊喜给大家 诶 与其说惊喜 倒不如说一些羞羞的事情 我呢在店里淘到了一款 让我难以启齿 练功心跳的梅斯卡尔 分享给大家 在公平档上刺激两个字 By the way 如果你现在是18岁以下 可以把这个视频关掉了 等你长大之后再回来看 啊 乖 那什么是梅斯卡尔 梅斯卡尔指的是产自墨西哥的龙舌兰酒 诶 这乍听一下怎么跟Takila是一模一样的 是不是玩了 最主要的区别呢就是梅斯卡尔酒可以用多达50多种不同的龙舌兰草来酿 而Takila呢它只可以用一种原料就是蓝色龙舌兰草 说白了Takila呢是梅斯卡尔的一种 那你们比较熟悉的威士忌来帮你们理解的话呢 梅斯卡尔呢就是威士忌的一个总称 Takila呢就好像是苏格兰威士忌日本威士忌 只是属于一个小的分支 从味道上来理解的话 梅斯卡尔呢就是重口味 常见的Takila就是小清新没错 那种味道叫做小清新 是不是你对梅斯卡尔的味道感到好奇呢 那味道的不同呢主要是这两种酒酿造的方式也不太一样 在Takila 龙舌兰酿的时候呢 他们呢是用蒸煮的方法把淀粉转化为糖分 而我们今天讲的梅斯卡尔呢是先在地上挖一个大坑 在里面放入什么煤炭啊 甘草啊 火山盐 点火把它烧起来 再放上一层一层的龙舌兰果 最后呢用泥土把它埋起来 军烤个好几天 梅斯卡尔酒呢都是有一股浓浓的烟熏味 如果你买到的梅斯卡尔没有烟熏味 I'm sorry 你买假酒了 诶 这股烟熏味是不是听起来 跟泥梅威士忌有点相似 泥梅爱好者新世界的大门为你们打开 You are welcome 其视频的高潮呢就是开箱测评这一款梅斯卡尔酒 名字呢叫做German Pult 宝石与闪电 那我一进店的时候呢就被它这个颜值生生吸引 我呢就特别喜欢这种简约的设计 而且呢这个瓶身还是这种磨砂制手感 我二话没说就把它带回家了 结果我回家上网一查 Oh my god 这款酒标的下面写着这个 Damiena 然后我在想那 Damiena是什么东西呢 你不知道我不怪你 因为我们都是正经人 但是说白了 这种草就是一种壮扬跟催情的药物 哇 你说我一个女的 我买这个干什么 这瓶酒以后可以做我的约会主公 真的我可以问说 小哥哥你要不要上我家来喝一杯梅斯卡尔 Yeah 好好好 不要讲这些不正经的 我说实话 我是一个很正经的酒博主 把正经两个字打在公屏上 我闻到了一股非常特殊的很香甜的味道 难道这就是催情草的味道 红茶 咸咸的海盐 一股清淡的烟熏味 然后我就觉得它这个烟熏味真的不是特别重 它的烟熏味是在你咽下去之后慢慢出来 然后你现在的呼吸就是那股烟熏味 那散开的烟熏味之后呢 有一点点薄荷还有甘草的味道 哇塞 这款我觉得纯饮就真的已经特别特别的好喝 我看他们官方上呢 还有用这款做了很多很好喝的鸡尾酒 想看约会神助攻鸡尾酒的在上方扣衣 我可以出一集 我相信看完这期节目的你们肯定疯狂的问我在哪里买 你们这帮色旧鬼 嗯 希望大家对梅斯卡尔呢 有一个大概的了解 以后呢 跟人家谈到特希拉跟梅斯卡尔的不同呢 你就可以好好地教育一下他们 什么催情壮阳这件事情就不要说了 那喜欢艾比的节目别忘了三连一个下期节目 我们再见 今晚一个人喝了 我要干嘛